欧盟领导人余冠走入会场 对于卡关好久的第六轮俄罗斯制裁协议摩拳擦掌 欧盟27国30号终于达成俄军入侵超过90天以来 欧盟最为严厉的施压制裁 一举减少来自俄罗斯90%的石油进口 尽管匈牙利最后一刻仍然独排重益 但欧盟也想了解套双边各退一步 欧盟为了替匈牙利等少数反对国家 几书找到替代能源的缓冲时间 特别保留陆运管道石油 排除海运到货的石油 这让欧盟自俄罗斯进口的比例达三分之二 彭博估计一旦经营生效 普丁每年将损失高达一百亿美元的出口收入 欧盟这次也把俄罗斯最大的银行 也就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正式提出国际金融支付系统swift 要削减莫斯科支付战争的庞大金元 虽然无法让基辅完全满意 但欧盟另外送礼 同一拨款九十一欧元 超过新台币两千八百亿元援助乌克兰 法国新任外长同一天也亲自访问基辅核部查证 交送法国援助的救护设备 预计也会和泽文斯基讨论 乌国农产品出口问题 欧美持续指控俄罗斯拿粮食当武器 普丁除了放话要求取消制裁 也松口愿意经由土耳其协调 透过海上安全通道放行乌克兰谷物出口 进行我无论一珠佳林报道